王一博 自小活跃充满时尚气息 敢于尝试却又不过分张扬 街舞里 他是狂撞酷炫的黑豹队长 天天向上理 他是根正苗红的传统青年 在时尚与传统间自由切换 毫无违和感 很多时候 王一博给人一种木讷的感觉 容易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甚至有时候说话还会磕巴 极其呆萌 他成熟稳重 与同龄人甚至与比他大的人站在一起 总是显得少年老成甚至有点沉闷 有时候 不禁让人怀疑 他真的是97年的男孩吗 但他在长辈面前软萌腼腆 乖巧懂事 在在乎的人面前胡扑搞怪 幼稚可爱 又皮又画牢 是一种毫不做作的天真与浪漫 仿佛是冬日的暖阳 映照在矮矮白血之上 清澈又温暖 他在外强硬 用他自己的话说 有点大男子主义 他不喜欢诉苦 习惯把泪水咽进肚子里 用厚厚的盔甲将自己包裹 仿佛刀枪不入 有人说 他早早进入演艺圈 读书少 学历低 王一博大多数时候是高冷寡言 暗漠疏离的 他极其慢热 不会说客套的场面话 不会随便对谁说出漂亮的话 他没有那么多花花肠子 但他是最真诚的 他一旦滔滔不绝 赞美之词一语言表示 请相信他 这就是他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他冷漠 但绝非不解风情 他只把热情专注在值得的人或事上 绝不浪费一丝感情 也许有人会觉得 他是不是年龄太小 没被社会敲打 不懂的人情事故 不 这是他被敲打过后 依然保留下来的最宝贵的品质 不了解王一博的人 可能只看到了他的某一面 有人看到的是一些综艺里冷漠深沉的他 有人看到的是采访里少言寡语的他 有人看到的是陈情令花絮与宣传采访里 活泼可爱又牵奏的他